要帶您關注的是在疫後的全球事況 其實都是出現了包括缺貴 塞港等等情形 但是這個情況並沒有緩解 至今甚至還出現了缺船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 現在其實現在這些船 如果它的年齡可能已經15年20年 那實際上國際組織是會要求 它必須要拆船要太舊換新 這樣子比較安全 所以說現在這些舊船不斷的太舊換新 然後過去幾年 因為其實航海運一直都是經營不善的 所以說新船交付也創低 主要原因是因為有很多的造船廠 在過去幾年都倒閉 倒了數十家 那也因此你可以看到 疫後推升了貿易 造船廠又紛紛倒閉的情形 然後不斷的太舊換新 新船又沒有辦法趕快加入運力 所以就造就出了缺船缺貴的一個警報 不過實際上說到了缺船缺貴 那大家就會想說 既然有缺就會有需求 那是不是表示我們可以買這個股票呢 也沒有錯 因為這些航運股從去年下半年一直到今年 我們有觀察到似乎成了標股 什麼叫標股呢 這個標股就是說它的股價 長期維持在一個很平緩的階段 但是突然有一天就突然往上走了 好 那這樣子的標股我們看到了 包括揚明 長榮都是 像是長榮 過去十幾年 他們的股價一直都是在十多塊上下 但是從去年下半年八月開始 一路到今天收盤價76元 好 那揚明也是 過去也是二三十塊 今天的收盤價也來到了75元 那甚至連外資都有把長榮的目標價 從原先的六七十塊 喊到一路破百 那於是大家就說 那我現在可以上船了嗎 我現在可以報這個標股嗎 我們看看分析師怎麼說 分析師說 你看揚明確實你報一年的話 不喊股息可以賺十倍 但是如果你買的是0050 它可能很穩定 但是你報十年喊股息 頂多也才賺一倍 好 所以分析師就說 追逐標股不是不好 但是比重不要放太多 特別是金額不大 你才可以報得久 好 那我們來看看 現在進入了這種大航海時代 從過去航運價那麼低 然後股價這麼低 突然的往上衝 其實受惠的還是這些航運的員工 因為現在航運三雄都要加薪了 港口人員忙進忙出 去年疫情推升 宅經濟連帶暢望全球運輸業 其中更以海運成長最多 最近貨櫃量的需求比較大 所以我們有時候也需要 很需要假日出來要多加班 或者是甚至晚上延長工時這樣子 加班成為常態 工不應求出現缺工缺櫃問題 要穩定軍心 長榮海開出第一槍 原本去年底才調過新 低劑再加碼 平均調漲3%到4% 能這麼大方 就是看好今年獲利 我想這個東西很敏感 而且大部分人都會問 但是我不能回答一個很精確的數字 我只能告訴你 今年長約的運價會比去年來得高 證實運價絕對上漲 但無法透露漲幅 為了滿足需求 長榮海也將斥資約655億元 打造20艘全新貨櫃輪來應戰 對手萬海也不遑多讓 萬海宣布5月7號起調漲台北越南的運價 20尺櫃漲50美元 40尺櫃漲100美元 不只價格變化 引營未來的市場 萬海今年也將進場造櫃造船 總而將近200億台幣 這一次萬海做的這個決定 可能在短線上面會是一個航運類股 這個股價的一個繁殖表 因為如果你把這個船跟這個貨櫃的數量 給算進去 再投入到整個國際市場去觀察 它很有可能會造成短期的運價下滑 去年第三季開始 不管長短線運價 可以說是一日三世 價格都是倍數成長 在全球缺貴缺船的壓力下 今年漲勢依舊不停歇 台灣貨櫃三雄受賄 獲利渴望再闖巔峰 三選許之雄方向